单单安眠药本身来讲 其实它不是那么的可怕 那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怎么样用 然后越用越多 这个问题才是比较麻烦的 我知道在你的研究当中 其实女性失眠的比率 是男性的1.4倍 但是女性使用安眠药的比率 却是男性的3倍 这个我想问一下 黄医生为什么是女性 使用安眠药的比率 会高出这么多呢 主要造成失眠原因的精神疾病 是忧郁跟焦虑 这两大类的疾病 那这两大类的疾病 大概女生都会比男生多一倍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从我们所谓的疾病的盛行率 就是你得到的机会 女生就比男生多一倍 那再加上男生有一个问题 就是男生很不喜欢看精神科医生 他们有很大的排斥感 所以宁可躲在家里面喝酒 或在你家里面煎饶 每天煎饶个一两个小时 那他就觉得 缓重就是不要看医生 所以变成这样子的现象 其实台湾的卫福部 他在2020年报告中指出 就是台湾用掉 9.2亿的这个安眠药 那等于是比起去年 也就是2018年吧 是8.8亿 等于是一年他就增加了1亿科 每年都在往上升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 所以现在使用安眠药的年龄 而且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十七八岁可能就开始吃安眠药 所以黄医生 什么样的人容易依赖安眠药呢 我想这个 基本上来讲 失眠的还是一老年人居多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面临到的各种不同的压力 比如说最近看很多是 跟升学有关的压力 那这跟我们的教育 比如说课纲经常在更改 考试制度一直在更改 会造成这些学生很大的压力 那另外一个呢 是属于同才的压力 比如说像最近那个勇士队的 Steven Curry 他就在讲说 他得了所谓的那个 错失焦虑症 那个fear of missing 就是说 别人都在打球 他在家里看球 他就觉得很焦虑这样子 那现在很多学生是 如果你所属的社团 或你的小团体 被排斥 他就会得到 非常大的焦虑 甚至忧郁来干诊 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都有这方面 社交方面的问题 还有使用3C产品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老年人来讲的话 用药其实很多的药都要注意 比如说心脏科的药 或很多的药 就是第一个 你要控制你所有的药的药量 要尽量的少 手类尽量的少 因为有些药物也会造成失眠 或造成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他的安眠药 他是不是会影响到 他白天的生活 或者他在生活上面的安全 比如说会不会说半夜起来 像厕所会跌倒 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安眠药的使用 怎么样可以适量 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他白天的精神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单单安眠药本身来讲 其实它不是那么的可怕 那可怕的是 你不知道怎么样用 然后越用越多 这个问题才是比较麻烦的 安眠药有很多的副作用 那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其实吃了安眠药之后 跑出去购物 他购物之后 他清醒了 然后问他 你刚刚出去购物 因为他看到 家里很多这种shopping bag 他完全忘记自己有外出购物 那在美国FDA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也发出过警告 有安眠药 三种安眠药的成分 会像产生一些 就是像梦游啊 在美国还有60多个人 因为服用安眠药导致死亡 这样子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想请黄医生 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安眠药到底有哪一些副作用 我想基本上来讲 安眠药分成传统的安眠药 跟所谓比较新一类 然后以Z开头的安眠药 那叫Zdrug 那最有名的叫斯蒂诺斯 那在美国叫Ambian 那其实一个最有名的案例 就是爱德华甘乃迪参议员 有一次半夜开车出去 然后连他整部车子冲到河里面去 然后他女秘书淹死 结果最后发现呢 他可能是吃Ambian 造成的副作用 那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就是我们简单讲叫梦游 但是实际上来讲 有一点像是说 你吃了药就像喝了酒这样 你会断片 然后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所以美国之所以会禁止说 曾经有过梦游的这样子行为的病人 在使用这些药物 实际上是因为 它可能造成自身或他人生命的危险 比如说很多年纪大的病人 那半夜起来煮东西 持久忘了关火 所以它是有可能潜在 造成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而且会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所以这类Zdrug的使用 其实是非常的需要谨慎小心的 尤其根据台湾的研究 可能有高达快四分之一的人 曾经出现过梦游类似的行为 所以这个药物的使用 真的是大家必须要很谨慎的 而且它滥用的情况非常的普遍 而且我曾经看过一篇报导讲说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长期服用安眠药 会导致失智症的发生 那黄医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基本上失智症 比如说我们在厂讲的是 阿兹海默型失智症 那现在目前研究已经很清楚了 它是一种内分泌方面的疾病 它是一种类电粉的 蛋白的沉着在脑部里面 所以其实不管 我们现在目前研究都看得到 不管说你打不打麻将啊 不管你运不运动啊 不管你有没有吃药啊 基本上来讲跟老年失智症 大概都没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它就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 那之所以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其实老年失智症的初期 可能会用失眠焦虑忧郁来表现 所以失智症不完全只是记忆力的问题 有些人是从情绪上开始退化 比如说一个餐厅的大老板 那突然就变得莫名的焦虑 然后开始失眠 这时候要怀疑是不是有忧郁症 然后会不会是有失智症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入睡困难 应该从精神科方面来讲 就是可以分为两种嘛 你就也提到过说 精神疾病或非精神疾病呢 那像比如说精神疾病 大概有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他会失眠 基本上来讲 我们大概 我看到一个研究就是报告说 你真的把失眠的人抓过来 然后去做研究 看他是有没有精神疾病 或没有精神疾病 只有12%是你找不到任何原因的 那50%跟忧郁症有关 48%是跟焦虑症有关 然后呢 另外有一些是跟身体疾病有关 是占43% 举个例子 像这样直性脊椎炎 它可能会痛 或有一些会造成疼痛的问题 它就会造成你的失眠 那常常身体疾病的人 常常合并焦虑的一个状态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大家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原发性失眠 这类的病人 它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怎么样去找它背后的原因 去加以改变 加以改善是非常重要的 那即使是原发性失眠来讲好了 你要去研究说 你睡觉前到底做些什么 举一个例子 台湾很多人一个现象就是说 他可能工作到10点11点 尤其现在手提电脑很方便 那有些老板就很喜欢用LINE群组 或大家喜欢用LINE群组 到晚上10点11点 还在LINE来LINE去 这个对睡眠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 还有台湾人的光线 睡觉的房间光线都太亮了 那我常常跟病人讲说 旅馆光线都很暗对不对 那就是外国人 他们睡觉房间的光线 直接的光线会刺激你脑细胞的活化 造成你睡不好 所以其实睡前一两个小时 你就必须要这样子光线要按 然后尽量少接触3C的产品 萤幕越小越不好 因为它会有LED背光源 蓝光是所有的光线里面能量最强的 就会活化你的脑细胞让你睡不着 所以真的要很注意自己在睡前 这一两个小时所做的事情 不要太接近睡觉的时候洗澡 不要做一些可能会让你气血太活络的运动 像刚刚过医师讲的按摩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睡觉前比如说你擦乳液 你就可以帮自己按摩穴道 其实有些手部的小肌肉 让它放松 然后按摩那些穴道 其实对睡觉都会是有帮忙的 那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要找一些事情做 让你可以脑子进入休息的状态 举个例子 有人收集模型 他可能睡觉一两个小时 我就要把这些模型拿来擦一擦 然后看一看 然后你的脑子就放松 我想对台湾最多的人来讲是不要工作 很多人真的到晚上都还要在工作 还有那种金牌业务 汽车业务员 十点多接到客户的电话 然后冲出去车祸现场帮忙的 那这一种东西是非常糟糕的 那我会跟病人讲说 那你就八点以后关手机 他说不行 这样会没生意 那我说你关一个月看看 结果他回来说真的没什么影响 他的睡眠也好多了 那对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 你的生活作息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晚上一两点最好 所以我就拖着很晚才睡觉 其实要稍微改变一下工作习惯 比如说你有些事情是你可以早一点起来做的 因为你工作的越晚 其实你脑神经用的越多 就像刚刚郭医师讲的 你脑神经会停不下来 那我们会促进我们促使我们自己的脑子分泌多巴胺 保持脑部的警醒 可是这些多巴胺的代谢呢 有些人是很慢的 那有些人是很快 那很快的就是那种沾疹疾免 大家很羡慕那一种 可是代谢很慢 有些时候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那假如这个时候你又有睡眠压力的话 你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那另外可能建议现代人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什么叫良好的工作习惯 比如说你下班的时候 你大概就稍微看一下 今天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像我的习惯就是说 我拿这个笔跟纸我就把它记下来 把它记下来之后呢 我就回家了 我不要把工作带在我的脑子里面回家 我回家我就不工作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有人说 就是是不是喝点酒 可以更容易帮助睡眠 或者是喝牛奶 其实比较好的呢 这个这些方法 黄医生您建议吗 其实酒精跟安眠药 有它类似在药理学上的作用 但是问题是酒精它会影响的 不是只有肝脏而已 往往你睡觉前喝酒的人 它需要比较高浓度的酒精 所以它只能在麻醉自己的脑部 可是你在麻醉自己的脑部的同时 你也在伤害自己的脑细胞 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讲 这叫饮症止咳 那安眠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精炼过 然后它基本上它是一个 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的 没有什么伤害的化学物质 但是它的作用是一件事情 就是当棍子把自己敲晕 那喝酒睡也是一样啊 你就喝一杯酒 然后把自己的脑子给麻醉 然后就去睡觉 所以基本上它们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只是酒精呢 它最后影响脑部的结构 甚至会造成失忆症的现象 或者像断片的现象 这跟吃安眠药 其实是有很类似的地方 但是我才会说 喝酒很贵耶 你一天喝下来可能要几十块几百块 可是安眠药很便宜 而且又很方便又不伤身体 所以真正使用安眠药 不是太大的问题 它的问题在于说 你会不会又用越多 然后你不用就会很难睡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那你是不是真的只是失眠 还是你有焦虑跟忧郁 回到刚刚那个 所谓更年期的话题好了 更年期的问题是在于说 女性后蒙对于人类的 大脑的情绪方面 是有保护作用的 所以有很多的女性 有所谓金钱不悦症候群 就当你女性后蒙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有的人会烦躁抑 比如说人家会说 那个来了 其实是那个来了之前的一个礼拜 女性后蒙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那还开始会出现烦躁抑抑 或者甚至出现忧郁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哭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你更年期 女性后蒙掉下来的时候 不管是焦虑症或忧郁症的情况 都会很普遍 尤其是焦虑症是台湾很常见的病 那我们常常台语在讲 叫狗糟犯 或者坚重的体质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听过 这个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父母亲如果有一个得到这个病 其实小孩子有一半的机会会遗传 到这样子焦虑的体质 那这种焦虑的体质 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那它可能造成的问题 我用台语讲不到可不可以 可以 冰冰咳咳咳 就是说耳鸣 或者觉得头晕 就是你的肩膀会紧绷 胸闷心疾 胸口白白心中 歇歇歇 歇里面 歇叹 歇叹 这些其实都是焦虑症 那焦虑症就是我们脑子 焦虑中枢的设定出问题 所以你对事情的反应过度紧张 所以妈妈常常碎碎念 爸爸常常急性质 脾气不好 其实都是焦虑症所造成的 那这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怎么去调整你的焦虑中枢 焦虑中枢设定 其实每一个人有体质不一样 有的人焦虑中枢设定很松 比如说他可以一面滑手机 一面过马路 然后可能车子来的都不知道 那像这一种就是天兵天降型的 可是有的人就是很紧张兮兮型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可能有些学生呢 从在毕业旅行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晚上就整理东西的时候 就开始担心 我什么东西没带到什么什么什么 那天晚上就睡不着 那这个就是焦虑体质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比如说上台就会很紧张 这也是属于一种焦虑 这叫社交焦虑症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是 在台湾是很普遍的 如果根据他的盛行率来讲 可能有超过三分之一人 都有所谓的焦虑体质 所以怎么样好好去治疗焦虑症 是很重要的 那往往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去治疗焦虑症的时候 失眠开安眠药 但是安眠药并不治疗失眠 安眠药只是一根棍子 用化学药品做棍子 把你敲晕 然后你就觉得 我有睡早就好 那常常大家会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其实背后的原因 怎么样去治疗很重要 那如果你可以好好治疗背后的原因 你就可以不要依赖安眠药 其实安眠药的使用 不管是忧郁症或焦虑症 应该是短期使用 但是如果使用到像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Zdrug这一类 它的依赖性或者使用 会越来越高的药物的时候 即使你的焦虑症忧郁症好了 但是你的问题还是继续存在 就是你变成每天都要安眠药 才可以睡觉 刚刚您也提到说 有人吃安眠药 这个剂量越吃越重 用什么方法可以 我们等于是不要再被安眠药绑架 黄医生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我想找对医师很重要 不管是中医也好或西医也好 我们怎么样去对症治疗 而不是说我们每天就拿一根棍子 把自己敲晕 那现在现代人就是缺乏耐心 所以他不会去等待睡眠 你说叫他去睡前按压 压自己的穴道 去按摩自己的肘脚 泡脚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都觉得 我睡觉前还是花花手机 跟我的朋友聊聊天比较好 甚至有人会想要说 利用睡醒的时候 跟另外一半沟通 那这东西都是最好的 因为大概 听到沟通两个字 都心情不会太愉快 都会有压力 黄医生你有提到安眠药 就是其实是有治疗作用吗 那如果你有提到说焦虑症 很多人是焦虑症引起的 这种失眠 我们应该怎么治疗 因为很多人他有这个困扰啊 应该怎么办 安眠药绝对没有治疗作用啦 安眠药只是棍子帮你敲晕 而且要很精巧的帮你敲晕 最好你能够立刻睡 不要去外面梦游 我曾经目睹一个病人 穿透明睡衣去便利商店 真的目睹 我亲眼目睹 里面什么都没有穿 后面排一排的人 还有病人告诉我 他就睡在地上 还有开车出去喝酒 开车回来隔天完全不记得 所以他会荒谬到什么程度 是你所无法想象的 而且有四分之一的人 可能出现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安眠药不治疗失眠 为什么因为他的设计作用是在于 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的药物就已经代谢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的药物还在你的脑子里面 还会影响你的身体 那你就昏昏欲睡 所以安眠药他的作用时间 一般我们都抓在六到八个小时 有些药物像史蒂诺之道 药叫很短 你三到四个小时醒过来 病人就会再补一颗药 那这种情况就变成越吃越多的情形 所以怎么样去治疗 就是说比如说忧郁症 你要赶快把忧郁症治好 那台湾普遍的一个现象是 抗忧郁的药物的剂量不够多 治疗拖太久 那拖很久 因为这段时间会有失眠的困扰 那失眠的时候你就用安眠药 到最后变成安眠药依赖 变成另外一个问题 焦虑症也是 焦虑症我们的治疗 第一个你可以用抗忧郁的药物 去调整焦虑中枢 第二个你可以用一个 长效型的抗焦虑的药 去放松脑神经 所以到最后呢 因为焦虑症这个 焦虑中枢的设定是不会改变的 这是一种体质 很多人说是个性 不是 这是一种体质 这是你的焦虑中枢 英文叫 就是焦虑体质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真的把脑神经放松了 焦虑中枢的设定 它不会一下子又出问题 如果很多病人拿一个月的药 但是他可以吃上半年一年 还有一个吃到一年半的 我想大概只有逢年过节 比较忙压力大的时候吃药就可以了 这个网友他问说 我都翻来翻去到12点多 都无法入睡 而且越来越肥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吗 我想在台湾 在门诊中很普遍的 遇到一个现象叫做 不运动 甚至于都不出门 那如果不运动不出门 每天待在家里 你当然晚上会睡不好啊 那运动 讲到运动 要什么样子的运动最好 第一个运动的时间很重要 不要再晚饭后运动 晚饭后运动 就是说你还要等到食物的消化完 然后再去运动 等到回来的时候气血活络 再洗一个澡 你会睡不着 那我一个病人 当然是把运动从晚饭后 挪到晚饭前 他睡眠就改善很多了 那第二件事情 是什么样的运动 才是真正对睡眠有效的 有帮忙的运动 很多人说 那我就晚饭后 跟我老公出去散步一两个小时 对不起 散步不会帮助你的睡眠 做瑜伽的帮助也很有限 其实最好的运动是 高强度 比较高强度的心肺运动 像跳一节油氧 或者像慢跑半个小时 我常做一个比喻 比如说你打篮球打半个小时 然后你会累得跟一条狗一样 可是你去吃一碗冰 喝一瓶冰啤酒 那你会觉得 哇人生好幸福 那就是你的脑子 分泌天然的抗忧郁物质 所以像这种运动 你其实只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一个礼拜做两到三次 你既不会胖 然后你又可以睡得好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